重阳节即将到来 今天在金山区老人会所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长辈重阳聚餐活动 有比于以往老人会所中的楼梯窗户以及洗手间给人老旧的印象 今天全部都翻新换了新的样貌 市议员廖正良为了照顾地方的长辈安全以及活动空间的舒适程度 特别争取经费来改善金山区老人会所的设备 更是赶在重阳节前夕来完工 可以说是送给老人会长辈们最好的重阳礼物 进行就是风台来好像都要搬去 沾冷去什么都破掉了 就是也不能开也不能关 就是很久了 所以我才把廖议员跟明镇局 拜托他来处理这些事情 还有扁硕都很不好时都破掉了 墙壁都脱落了 所以这厨感谢廖议员给我们帮忙 现在换气密窗 厕所卫浴议设备什么都换新的 都很变成我们老人会都给你感谢 很好时 很方便 谢谢廖议员 那我想金山老人会这个会馆 这个中心是属于三四十年的老房子 那以前的窗户都是非常的老旧 那以前的洗手间也都是那种比较老旧的那个卫生设备 所以他们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窗户啦 卫生设备啦 老人家必须爬楼梯到三楼 若是设备空间不舒适 可能就不再吸引长辈前来活动涟漪 因此才有了为长辈增进设备舒适度的想法 我想这样子 对我们这个老人在这边活动 在唱唱歌的时候也不会干扰到隔壁的 我认为这种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还有洗手间 洗手间是我们平常三餐平常都是要用到的 那可以把它改善之后 他们来上洗手间很舒服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改善的方式 我想再过几天就是九九朝廷节了 我想利用这个九朝廷的前夕 来举办这个共餐的活动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姚姐姐记得祝我们所有的前辈长者 都能够健康快乐 赶在重阳节前洗来完工 今天也特别来到老人会所 验收新的建设 也陪伴长辈共渡重阳家街 期许长辈在空间设备以及料理 都相当完善的会所当中 能够活动的相当愉快 最好是能够天天走出户外活动涟漪 让老人会所成为最舒适的聚会地点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